是去到神的殿 耶稣 我一開始是跪在這裏敬拜神 有天父父的寶座 有耶稣 他拉起那隻手 指示我看一個地方 他看一張桌上看一本書 我一看 裡面好像一個螢幕 還有我的書很厚 打開 上面好像一個螢幕 我看 是看到我小時候 大約十多歲的時候 發生了生命當中的一件事 是一件很傷痛的事 那傷害我三年裏 幾乎每一晚都發覺不好 幾乎每一晚都在耳淚醒眠 但這件事連我父母都不知道 但他在生命冊上 我看到 接著我看到這個螢幕下面 是一支字跡 用好像原子不寫的字跡 上面寫了很多 我看 全部都是天父父寫給我的字 原來我在經歷這些傷害的時候 他已經一直在經歷 他知道我的痛 而且他明白我當時是多麼難過 是多麼無助 是多麼艱難 他寫了很多個的感受 全部都是愛我的感受 全部都是明白我裏面的痛感受 當時我很感動 我看到的時候 我的眼淚已經一直在這裏淚 我感受到天父父的愛 就在這個生命冊裏面 我看到他很重視我 而且最重要一點就是 當時十幾歲我完全是不知道 主耶穌是哪一個 我連他的名字 我都從來沒聽過 但是在那個時候 他已經是這樣來愛我 而且一步一步 我回去看生命冊的時候 我看到他有一些事 是將我從這三年的傷痛 將我帶出來的 他亦都表達了 他在我生命當中 他是有一個計劃 我看到原來我自己一生 已經在天父的手裏面 我相信他給我見到的 不是單單是給我見到 亦都是很想我將這個信息 去告訴弟兄姐妹 我們在天堂上面 在天堂上面 是真的有我們的生命冊 而且聖經裏面 的而且透過寫了這一本的生命冊 有記錄的 第二個異象 是兩天的連續異象 好像連續劇一樣 耶穌將我帶到一個地方 我一進去 我看到很高的一個圍著 四面圍著 是一個很高的書櫃 高得很厲害 我高頭看不完的書櫃 上面亦都有很漂亮的雲彩 那個雲彩的顏色 是千變萬化的 是不斷在那裡變 而且這些顏色 你不會在地上看得到的 那在書櫃裡面 是看到什麼呢 是安放著很整齊一本一本的書 每一本免頭都寫著一個名字 原來我問耶穌這本是什麼書 耶穌說這本是賞賜的記錄 那我翻開看 首先我是很感動 因為我很想看葉穆斯那本 很好奇 那我就要 我問耶穌可不可以看葉穆斯那本呢 他猜派天使 因為那個地方是有天使運作的 他們在那邊飛的 他猜派天使去拿 拿了葉穆斯那本心理冊給我看 那一齊有封面 哇 很精美 白色的 有些金色的絲帶 類似這樣去裝潢這本的生命書 而且最令我驚喜 就是寫著愛兒葉國塞 我看到我很想看裡面的東西 但是耶穌不可以看 但是我就去量度 用一隻手量度 因為我很想把這個信息 第一時間是告訴葉穆斯 所以當時我是用一隻手量度 那本十一次的絲帶 一量度的時候 哇 好像成績那麼好 很感謝主 當時雖然不是我 是葉穆斯 但我也很興奮 其實我很想立刻告訴他 後來就到第二天 後來耶穌知道我很累 他就說我們要休息 給我一張很漂亮的床 很白很白 很多遠眸在上面 叫我休息 因為在議帳裡 其實我等候神去到那個地方 我就結束了那一天的等候神 到第二天 誰知道很奇妙 耶穌要帶我去同一個地方 是沒有變 所有東西 書櫃都沒有變 但我來說 多了一張很長的桌 那張桌子 差不多可以坐二十個天使 我看到天使坐在牆桌 圍著坐 我看到他的眼前 彷彿有一本上次記錄在我們前面 我意念裡面 其實我沒有真的看到他拿筆寫 但我意念裡面 好像神放了意念給我 知道他們在做一些記錄 就是在記錄上次 然後另外有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類似我們所說的電腦 其實我看不到是不是電腦 我只可以看到背面 就是一個記錄的另一邊 其實那邊是什麼呢 我是看不到的 因為我站在那裡 沒有動的 耶穌就站在我旁邊 但是 我就知道 耶穌就告訴我 那個天使在做什麼呢 那個天使是特別不同的 好像那個級數也不同的 跟其他那些不同的 好像他記錄那些是很不一樣的 那真是的 主耶穌說那個天使記錄那些就是 那個人他的賞事是特別多的 特別多就好像要用一種特別的方法去記錄 我也好奇自己那本 神都好抱怨 很愛我 給了我看 但我一拿給我看的時候 他把天使拿給我 一拿的時候 我翻開看 第一頁 是寫著有我的名字 我什麼時候信主等等的 很清楚地看看我什麼時候信主 和我的名字 原來呢 主耶穌說原來在我們 一信主權字那一天 那本的賞賜記錄冊已經開了 神因為我們已經開了這本賞賜記錄冊 而且裡面呢 我這次第二次去看 我當然要看看 很想看裡面是什麼 打開原來它是兩部份的 一部份是記錄地上的賞賜 一部份是記錄天上的賞賜 那我之時我覺得 雖然我那本不是很巧 但我很感恩 因為我由信主 決志到跟從主 其實跟從我只不過是這一兩年去跟從 我這兩年生命才被耶穌去改變 我跟從只不過是這兩年多的時間跟從 但我很感恩 神會把我做的事 真的放在我記錄冊上面 我是看到有多少 那當然 沒必要讓我收到大本 但我很開心的 我很激勵我自己的 還有我很有信心 因為我知道原來我們在地上 無論我們經歷的信境、逆境 無論我們做、為神做 是大事、小事 神都記錄的 神他很重視我們 他很看重我們在地上做的事 他不是說你上到天堂 我才去愛你 才去對你好 甚至乎真的 好像我剛才分享 我們還沒信他的時候 他已經很愛 他已經編排著我們的事 就算我們 總是我們現在很艱難 很辛苦 很多困難 但原來前面 神是有計劃去帶我們走出的 我們只管去跟從 只管去愛他 去更多 去討告他 我相信每一個艱難 神都會將我們帶出去 我知道神給我這些意象 不只是給我 我相信這些是給大家的 無論是聽到我所說的意象 我覺得大兄姐妹 都要對我們的神有這樣的信心 是跟從他 不用怕的 神很愛我們的 神會祝福我們 他會照顧我們到底 他會無論我們是怎樣 我們 就算現在有些事 我們可能改變不了 或者我們的性格改變不了 但是神 祂會愛我們 祂在祂的賞賜記錄策 耶穌形容那個地方 因為我未去指使 我問去哪裡 耶穌會答我一個很深刻 我現在想起我是很深刻 祂說是神的心臟 祂形容那個 賞賜記錄策 安放的地方 是神的心 我感受到神的心 祂擺什麼呢 原來祂擺是對我們的愛 祂擺是對我們的賞賜 祂無時無刻都很想祝福我們 很想我們活得好 很想我們開心喜樂 很想我們經歷到祂的平安 祂真的很想 所以祂會營入那個地方 是心臟 好 多謝大家 我將今天的分享 所有為領養 歸領天唱的 神父爸爸 我想說當我聽到的時候 說到我營業國財 我的心裏面 不是說我好厲害 我以為是活性 我真的在你面前不悔 我第一次發現是我不悔 但神都是四面一切的罪 將我由卑靈軟弱抬起 一直教導我 主理生命以後發揮神明 我也想告訴大家 不是我們要做得多好 而是適時悔改 求神祝福我們 祈願一切的罪平 一興建我們 我們的生命都可以提醒 祝福大家 希望大家看到這些分享 會說 我都想走在神的路上 埃斯拉要花很多時間 去等候神 等候神的時候 有機會你上網看youtube 看尹義牧師 你會看到我 有王全都經常上天堂 他都說了怎樣等候神 你看的時候 你就學習了愛慕神的祷告 以及等候神的祷告 會幫助大家 更加經歷到神的作為 學生性朋友 优格 祈願 希望 祈願 祈願 sodiu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